新入9月第一个交易日 道指涨于200点 标普和纳指再创新高 在股市欣欣向荣的同时 距离美国大选越来越近 民意调查似乎出现了较大的变化 摩根大通发出警告 投资者应该为特朗普赢得连任的可能性不断上升 做好准备 根据Morning Consult的一项新民意调查 特朗普的支持率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得到了提升 而拜登的支持率有所下降 目前拜登的领先优势缩小至6个百分点 成为近两个月来最小的差距 这一转变让大选的形势变得越发不明朗 摩根大通策略分析师克拉诺维奇认为 根据以往的研究 如果人们对抗议活动的看法从和平转为暴力 民意调查当中民主党的支持率可能会下降5到10个百分点 当然未来60天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事情发生 目前的情况可能再次发生改变 他认为对特朗普有利的势头将继续下去 而大多数投资者仍在为拜登获胜做准备 未来几周推动大选的重要因素包括新冠疫情的发展 数据也表明美国每日新增冠状病毒感染人数 也与特朗普的支持率相关 随着投票临近 疫情似乎可能会消退 投资者应及时做好准备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